字腫 行嗎 字腫突然變好大 妳平常看字有這麼大嗎 有啊 因為它可以調了 像在這邊 我真的覺得變亮欸 妳手機播 好亮喔 而且我眼影怎麼那麼矩啊 我剛剛看的就很矩啊 但是因為我手機播會吃舍 是不是要換手機了 對啊 不愧是i12 已經高清還可以再更高清耶 好可怕喔 現在是乾姊姊的手機 要換開台音樂嗎 不用啦 謝謝Holing的溫修梨 大家都一直叫我換手機 你們以為換手機是可以說換就換的嗎 他連換電池都不換 我會去換電池啦 你剛才說你家附近有喔 我換好像不到一千塊 是但是廉價有開嗎 而且大概一個小時內就可以拿到 真的喔 那我明天後天去換 可以 我再查一下他有沒有 好 嗨 南飛哥玩 突然不能偷虧大家的留言 我會幫你轉達的 如果有什麼留言 好 一個換電池說了有三個月以上 不是嗎 沒有空 也不是沒有空 就是不想為了換電池特地出門 最好是今天早上有什麼工作 那做完之後 剛剛好有經過換電池的地方 我們就剛剛好去換一下再回家 我就不想為了換電池特地出門 我去那一間太長去了 我都覺得我要變VIP了 你說換電池嗎 你是多常換電池啊 我知道我自己的還會換我媽的 然後重點是我銀幕也常碎掉 所以主要是換銀幕 換銀幕兩千塊 好貴喔 電池還貴 剛剛一千八到一千九 也撐兩千塊 來換看看台中的電池 其實只是平常來而已 應該複廠的就好了吧 複廠的就好了吧 複廠 原廠的比較不容易 喔真的喔 像我們手機也都不是用原廠的重點 交給複廠換之後手機就不能原廠折架了 但是就是 你如果之後還要賣回去 以舊換新的 去 就是 蘋果官網可以以舊換新去買新手機 但是一年的使用模式 你應該是把手機用到爛掉才會換下一支 所以你應該沒有這個 我不知道欸 因為如果你想要以舊換新的話 就是你要 舊換新可以折多少錢 折兩三千 兩三千喔 當然我之後 我會換手機啦 但是不知道多久後 那我覺得你還是 這支之後也可以二重賣掉啊 反正就不是賣回原廠這樣 大家都覺得我不會舊換新 可能會拿來當備用機嗎 但好像也不需要備用機耶 因為我已經有平板了 我換手機要三年以後 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舊換新就是 對新手機有追求的人 才會比較滑 就比較滑 對我們這種手機都比較爛掉了 我也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換手機 但今年是不會換啦 今年也快過完了 就我覺得還堪用啊 感覺明年也還是 蛤 怎麼辦 下次換就是八單了吧 八單都不知道會不會有 電池不換的話 就是一直都會很快 左邊有一條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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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線 什麼白線 光源突然好好好不習慣 欸等一下 11跟12有差到那麼多嗎 為什麼還是 11跟12有差到那麼多嗎 我不懂欸 為什麼 還是我手機電池太爛 會有影響到你們看我的畫機 鏡頭插插 鏡頭不乾淨是不是 有嗎 電池會影響你怎麼會 我不知道 我就想說 11跟12有差到這麼多嗎 應該沒有吧 左邊的中間有一條白線 哪裡啊 為什麼我這裡看不到啊 你們的左邊是這邊嗎 那個是瓜 白線 坐好 你坐好 哪裡有白線 哪裡有白線 光線 光線的關係吧 可是我自己看沒有啊 我自己看沒有啊 電腦版 電腦版有嗎 電腦版有嗎 沒有啊 他說的是衣服反光吧 因為背光啊 哪裡有白線啊 沒有白線啊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很多人說有白線 所以因為後面這顆的燈吧 現在又沒有了 有一個毛 好詭異喔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 沒有這個沒有啊 為什麼我都看不到 為什麼你們看得到我看不到的 你們為什麼看得到我看不到的 難道 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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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過了 沒事7月過了我還有Halloween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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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Wint Night DAN DAN 我要繼續司機大哥的故事嗎 對我還沒講完 感覺故事一直被打破 我要重新開始講 反正呢 那天就是因為要很早集合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訂了 預約了5點半的UBER 對 然後結果我整個就是 完全沒有聽到 我那時候是5點 我想說起來可以 我 因為在車上的話 比較不好弄頭髮什麼 我想說至少起來就是先 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 弄個瀏海什麼的這樣子 然後結果整個大 碎過頭 完全沒有聽到 然後 我醒來的時候 已經是5點40分了 然後今天想說 天啊 司機該不會跑了吧 因為如果跑的話 我們家這種鄉下的地方 是那麼早的時間 是很難叫到車的 然後 而且那陣子又是台風天 又是廉價 可能真的會沒有什麼時機 而且重點是 叫不到車 已經是一個問題了 然後呢 重點是我們 集合時間是6點10分 但是我加到車帳 最快 最快也要半個小時喔 所以 我那時候睡醒已經40分了 就是 我再怎麼樣 如果我要重新叫車 我再怎麼樣 我都是 我可能會搭不到 6點20分 那一般的高鐵 然後加上我還要預留自己的迷路時間 所以我當下真的是超級驚慌 但是我要馬上先確認那個司機 到底在哪裡 然後我就馬上 然後我一警醒我就是 天啊天啊 這個時間我就看看我的司機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我睡過頭了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司機就很不耐煩 他就說 他就說請問你還要 請問你還要多久 我已經等超過預計的等候時間了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等了我10分鐘 然後我就說 我那時候就很急 我就想說不行越快越好 我就說那5分鐘我立馬就下去這樣子 然後司機就說 那麻煩你盡快 因為我已經超過預定了等候 但是他語氣超級 神氣的 對 然後我也知道我很抱歉 就是 就是 一般來說司機超過5分鐘 他是不願意等 可是他已經等了我10分鐘 然後我才驚醒說 我睡過頭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就說 OMG 然後 然後我就起床 我就是 原本我要先弄好頭髮什麼 然後沒有 然後就是 我整個就是 超級狼狼 所以我就驚醒 然後就套了一件T恤 然後 一件吊帶裙 就隨便 我就衝出門了 然後領著我的行李箱 然後從5樓 東東東東的衝下去 然後那時候下去一看 沒車我想說 天啊那司機是不是生氣走了 然後我就不管 我就一邊拿著手機 就跟司機說 我已經在樓下 然後就一邊走 然後一邊往 因為我們家是在巷子裡面 然後我就一邊往外面走 想說看 怎麼樣子 然後我就一邊很緊張 一邊走 然後後來就看到有一台 車在那邊 然後我就確認了一下 是好 是那個司機 然後 然後 我才勝利搭上車 然後真的是那個司機 她 是一個女神 然後她一下來之後 她就 因為她看到我拎行李箱 然後她就 就Uber司機其實 服務態度真的算蠻好的 她就馬上開車門 然後來幫我 把我的行李箱放到後車廂上面 而且她幫我放的時候 她還安撫我 她說 她說 沒事沒事 你先把衣服穿好 因為 因為我真的就是起床 然後就是立馬衝下去 然後 就是太緊張了 就是把起床的時候 我回那個司機訊息的時間 大概也要花個一分鐘吧 然後我起床 我還是得 基本的洗臉 上廁所 還是得要吧 5分鐘欸 然後我要全部東西 然後再從5樓跑下去 然後走過去 就是 基本上那5分鐘 就是時間是真的很緊湊 然後我那時候 就隨便拿了一件吊帶裙穿 然後 非常之狼狽 就是 我背著後背包 跟靈人的行李箱 然後我的那個吊帶裙 的吊帶已經 就是 已經整個吊帶這邊 我是很狼狽的 衝下去的 然後 那司機看到我都 就是本來他 訊息的時候他是非常的神奇 他就是 請問你到底還要多久這樣 就 一下的時候看到我就是 頭髮輸都沒輸 我就是這樣子 然後 衝下去 然後衣服都沒穿 然後他 因為你也是女生嘛 然後他還提醒我說 先把衣服穿好了 沒事沒事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瘋狂道歉 然後我就覺得 Oh my God Oh God 就是超級 我真的是 然後我跟你們講 我一大早的那個災難 就從睡過頭就開始 我只要睡過頭 我的一整天都會很不順 對 對然後重點是上車之後 我第一件發現的事情 並不是豆漿打翻這件事情 而是 因為我那時候一上車 然後我就很擔心 我 萬一每搭上那班高鐵 我要怎麼辦 對 然後 我就立馬 立馬 確認一下群組 看一下就是其他 其他人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 Google Map 對我很在意就是 那個時間上我到底敢不敢得及 然後如果來不及 我要先 先說一聲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是有約定好一個集合地點的 對然後有整個就是 一驚醒就衝下樓的狀態 然後等我回過程 然後 我就想說 欸因為要集合嘛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剛睡醒 我沒有戴 沒有戴眼鏡 也沒有戴隱形眼鏡 但我原本是有 我有戴眼鏡合出門 然後我就上車的時候 想說等一下要 找到大家我還是要有眼鏡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就打開我的包包 然後我就拿出了我的眼鏡盒 然後呢 一打開裡面是空的 我帶了一個空的眼鏡盒出門 我真的是瘋掉 就是 你們知道我打開包包的時候 我是多傻眼嗎 就是 我整個慌張到就是 帶了一個空的眼鏡盒出門 就是我本來出門的時候 然後我是 因為我早上沒有化妝 我會 我會先戴著眼鏡的 可是因為我出門的時候 我就太趕了 就導致我眼鏡拿出來 我 可能準備戴上的時候 可能不知道去做了什麼事 可能回了司機訊息還是什麼 然後最後就 忘了帶眼鏡出門 但是我把眼鏡盒放進去了 然後我以為我的眼鏡有在裡面 那其實我拿出來 原本是要直接戴上的 因為我其實 我下樓的時候我也看不到那個 就是那個 那台車到底是不是我叫的車 就我下去的時候就想到 我眼鏡沒戴 有點看不太清楚 那個車牌號 對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幾幾毛衝下去 一大早就 也只有那一台車 然後那個司機就 就馬上過來幫我拿行李箱 然後我就知道是那一台車 我就上去了 可是上車之後我就馬上想說 我要找我的眼鏡 然後結果我一打開發現 我的眼鏡盒裡面是空的 然後就想到我剛才有拿起眼鏡 但最後忘了戴上這個動作 因為我平常出門是很少在戴眼鏡 我都是戴隱形眼鏡 但是因為那天真的是大碎過頭 原本是預計是戴著眼鏡在神響 然後到車站再換隱形眼鏡 結果因為太趕了 然後結果就戴了一個空的眼鏡 要出門 那重點是我又是一個 我本身先不論我 有沒有戴眼鏡這件事 我就算戴著眼鏡 我都會在車站迷路 就是 我看得很清楚 我還是會搞不清楚 那個東西南北那個方向 特別是什麼台北車站 還是之前什麼在 什麼什麼松山車站還是哪裡 不管哪一個車站 都會迷路 就是我 就算我平常看得清楚 我還是會迷路 然後更何況那天就是 時間那麼緊湊 我如果真的迷路遲到 我就真的搭不上那班高鐵 我真的就趕不上記者會 趕不上彩排 就整個BBQ了 然後我還沒有眼鏡 那時候真的是超級 我真的是超級慌張 因為我平常看得清楚 我就已經會迷路了 然後你能想像一個 我近視是350度 的人 就是我還是 我沒有戴眼鏡 還是蠻模糊的 然後 我就想說完了 我怎麼會一大早就這樣子 然後我到時候 我要怎麼找得到大家 我真的看不到 然後我正在慌慌張張張 想說Oh my God怎麼辦 就是我能夠趕得到車站已經是很急忙的事情了 對 就是我們是基本上20分的車 然後我45分搭上那個車 最快也要半小時才能夠到車站 可是我還需要預留 我迷路走 還有走路的時間 所以就是5分鐘 我真的只有5分鐘 然後那時候想說Oh my God怎麼辦 然後又沒有眼鏡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就整個很悲劇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 想說 天啊 還是先 先吃個早餐 然後看了一下自己的包包 出門急急忙忙 我是前一天先準備好 我前一天先買了蛋塔 然後 跟 我的豆漿 我先把它裝在我平常外出會帶的那個小杯子裡面 然後我就這樣裝好一袋 然後想說早上 因為我知道要騎很早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抓著那袋塑膠袋我的早餐 就這樣子出門 然後呢 可能因為出門的時候真的太趕了 然後我就是直接抓著衝出門 然後可能就是有晃到 反正就是那個豆漿 對那個 裝豆漿的東西就是 它也 蓋的不夠密 然後或是有晃到 有怎麼樣 然後反正它就是這個到了 然後我的蛋塔就是在豆漿裡面游泳 它整個就是濕掉 對 就是我姐姐媽媽就衝出門 然後結果連早餐都沒辦法吃 然後我那時候在車上 我就看著那一袋 很像嘔吐物的東西 然後看著我空空如野的眼鏡盒 然後我真的是覺得 OMG 然後我又一邊想著 天哪 我今天 我等一下壓仙道 然後我又沒有眼鏡 我找不到大家 然後萬一我沒搭上那班車 它怎麼辦 然後我就很多各種跑馬燈在那邊 然後我就覺得天哪我糟糕的一天要開始了 就是真的很 很糟糕 糟糕到不行 而且 已經讓那個司機等了 我也不好意思跟司機說 可不可以幫我趕一下 趕一下 因為我真的怕搭不上車座 我不敢講 我真的講不出口 然後就一邊心裡想說 天哪怎麼辦 然後一邊在那邊瞎緊張 對 等一下這時候 你知道他無聲吹速司機有一個方式 怎麼吹速 一直看時間 就是一下 放下來 然後再看一下時間 再放下來 再看一下時間再放下來 或者是看表 然後司機會觀察 然後他就會發現 這個人在趕時間 真的啊 因為他一直看時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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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如果發現你在趕時間的話 他們就是可能會 就是知道你在趕時間 我那個 那時候我真的不敢 我不敢講任何一句話 然後我就覺得 oh my god 就是 我真的不敢講 我心裡只想著 我等一下一定要順利找到大家 然後 反正後來就到了車站 我是一下車 一下車我就立馬打電話給經紀人 因為我從來就是 沒有一次我找得到正確的路口 也不是路口正確的集合點 我每次都找不到 所以我一下車我就想說 我沒有時間在那邊摸索 我就立馬打電話給經紀姐姐 然後就說我現在下車了 然後司機放我在一個什麼地方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姐姐就說 那你要找那個什麼東西南北 那邊那邊 然後 就直接給我指引 對 然後 最後我就很順利的 找到了大家 在沒有眼鏡的狀況之下 但 我覺得我要感謝麥當勞 我可以講 我講出來 沒關係 反正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下去之後 然後 姐姐先叫我找東西南北 然後 因為台北車站中間 不是有很大一個 就是那個 東西南北的那個嗎 那個東東 所以我就先確認好行進的方向 然後我就筆直的往前衝 然後往前衝的時候 就看到前面有一個很大間的 也不是很大間 但是有很顯眼的麥當勞圖圖案 然後我就筆直的往前衝 然後我就一邊電話 一邊跟姐姐說 是不是往麥當勞那個方向沒錯 然後姐姐就說 沒錯沒錯 你就往這方向就對了 然後我就筆直的狂奔 然後一邊狂奔 我也看不到我的團員長怎樣 因為視線都是模糊 我只看到一個大大的M字 然後我就一直往前衝 然後 往前衝的時候我就看到 就是 雖然眼睛是看不到的 可是 就是會感受到那個就是視線 我想說是團員沒有錯 然後才 趕上了 就是 有驚無險 但是就是 你們知道嗎 其他人 大早6點多 大家都 就是 妝髮都有 就是雖然說不到完整 但是就是對 但是就只有我一個 就是大素顏 整個完全沒有弄 而且其實 前一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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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人在群組問說 明天大家會妝髮 弄好再集合嗎 還是怎樣 然後我就看到其他 那時候是林怡文嘛 然後奕雲就說 我應該會先化好底妝 然後再 跟弄好頭髮過來 然後其他人就說 應該我也會妝髮好過來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已經 我平常沒有在看手機 然後我看到訊息的時候 大概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了 然後那時候 我原本就打算 我只要夾瀏海 就好 然後其他我都是在車上 我原本就這麼打算 所以我化妝水啊什麼什麼 我都準備好了 全部都放在包包裡面 可是我那時候看到訊息的時候 大家都說妝髮好要過來的時候 我就想 我那時候看到訊息的時候 我不敢回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這麼早怎麼可能妝髮好過來啊 我原本就不打算 妝髮好過來 原本就真的只打算弄瀏海 只是我自己萬萬想不到 是那天連瀏海我都來不及用 對 然後反正我就真的是整個大素顏 然後整個就是 我原本想要弄的瀏海都沒有弄 反正我那時候在群組 我是不敢 前一天大家在問的時候 我都不敢講 然後想說 大家怎麼那麼早要弄好妝髮 有人三點半就起床了 還沒睡好不好 對啊 你三點半我好像還沒睡 你還在問我 衣服要穿什麼 對 因為我前一天我很晚了才在收醒你 隱形眼鏡什麼時候在高鐵嗎 對 就是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在高鐵上弄的 隱形眼鏡 然後還有包括我的妝髮 全部都是在高鐵上完成的 但是對我來說 因為 因為從台北做到高雄 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就對我來說兩個小時 用好我的妝髮綽綽有餘 因為我平常 妝髮也只要一個小時 對我來說兩個小時 我是可以先睡一個小時 然後再開始弄我的妝髮 所以對我來說超級時間很夠 所以我是絕對不可能早起來弄我的妝髮 因為我覺得在車上用就好了 對 只是瀏海這個真的是 我原本想說我要用好瀏海 結果完全就是睡過頭沒有辦法用 一個小時的話建議不要睡比較好 可是沒辦法還是得睡 不然我第二天表演會沒有精神 我也想要早睡 但是因為前一天我有工作 所以 我回到家的時候本身就 就滿晚了 然後 因為我前一天一整天都在外面 然後我也沒有 就是行李什麼都還沒有收 對 而且原本那天是沒有打算出門 就算是臨時的工作 所以我原本打算那天再收行李 結果是臨時的 然後變成說 我那天就忙回來 已經就是晚上滿晚了 然後我才開始要收行李 然後我又想說 欸怎麼辦 就是要穿什麼衣服 不知道一次決定好 三天在台中的服裝 然後就滿難決定的 然後 每次收東西收一收 又會想說 有什麼有什麼要帶 然後就是關於衣服這個真的 思考很久 所以我那時候還問乾姐姐說 怎麼辦我們這次要拍什麼 要穿什麼類型的衣服什麼的 就很晚了還在問她 對 然後 就滿焦慮的吧 然後反正就弄到 那天是四點左右才睡 我想說四點真的不能不睡 然後就想說睡一個小時起床 對所以 但是結果我實際是睡到了五點半 所以其實我原本是預計睡一個小時 但是我其實多睡了 多睡了半小時 對 所以我那天其實是睡了一個半小時 但是就是很真的很糟糕 乾姐姐知道我要早起嗎 知道啊 但是 但是就沒辦法就是 我必須說選衣服確實花了我有點太多 因為我很難決定要 穿什麼 可是因為每次找乾姐姐拍照 就是那個照片 你們知道可以發到明年了 所以那個衣服要慎選 就是 就是 對於就是服裝的搭配 然後包括法式飾品 耳環 項鍊 全部都準備好裝一袋一袋的 這一天穿什麼 這一天穿什麼 所以 就真的其實花蠻多時間的 對 然後就導致很晚睡 真的會發到明年 但是就是 Oh my god 就是 我沒想到我會完全 因為通常 有工作的話 我的那個 危機意識感會很高 所以其實睡覺的時候其實不太 就是不太會有賴床的問題 然後那天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會完全的沒有聽到 我太高估我自己了 因為我手機的那個 我有重要工作的話 我都會用那個警報聲的那個鈴聲 超可怕的 對 我每次聽到我都 就真的是那種 就是會想要瞬間跳下去 然後打開的那個警報聲 對 就是我每次有重要工作 我一定是設那個 超可怕的那個 警報聲 而且它是超大聲 會越來越大聲的那個警報聲 對 然後你 對空襲警報 對 你真的會想要立刻 開門 而且也會受不了那個音頻 真的會想要立刻衝出去的那種 對 所以基本上那個鬧鐘 我平常說我就是 一定 一定會起床 如果會睡過頭 就是我心裡覺得 今天其實不需要那麼早起 把它按掉之類的 所以我沒想過我設那個鬧鐘 會有 設那個鬧鐘 會有起不來的問題 但是因為那天可能真的 睡太少 這真的一個小時 完全沒有聽到 然後就造成後面一連串的 悲劇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也有問題 就如果我衣服什麼 我可以 可以再更提早一些 就準備好 沒有 現在是 沒有 剩一個小時 可以睡覺的時候 妳就把衣服穿好 妳就把衣服穿好 突然想講 快遞個不行 沒事好了 就把衣服穿好 早上起床直接 刷牙洗臉就好了 廁所去高鐵站再上 可是沒有 可是我要準備好三天的衣服啊 就是妳 東西全部都前一天就弄好 隔天早上就是刷牙洗臉完 直接出門 我是這樣子啊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連隔天要穿的襪子 我都先穿好 早上起床 就可以快速出門 但是因為我通常都會 我會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準備這些東西啦 所以 我那天真的是沒有想到 每天早上六點多要去打校舍 是不是惡夢 如果換成其他人還真的就來不及 欸 倒也不會啊 因為其他人去到 台北車站一定 就是我是最遠的 我是最遠的 就是其他人就在睡過頭也是那種 可能十分鐘就可以到車站 之類的 但是我如果睡過頭是真的沒有救的那種 但是我其實我出門真的算是很快啦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 換了乾姐姐的手機 我看起來變得好 有點畫質過度高清 顯得我好像很沒有氣色 因為我沒有畫腮紅 就是蠻居家的 那我就覺得我好像很 但是我覺得實質看起來很棒啊 對不對 沒有畫底妝欸 實質看起來很棒 你需要腮紅嗎 對 我是覺得我好像需要腮紅 而且每次 沒有沒有 我說的是特效的腮紅 我可以開個特效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哪一個好一點 這個好嗎 超超級腮紅 超腮紅的腮紅 法令特別顯 我有法令文嗎 尊重一下 這是影子 我現在是打頂光欸 我有法令文嗎 可是我等一下 我每次直播都沒有畫底妝 怎麼可能今天突然長出來 光線問題 我們現在是頂光欸 頂光各位了解一下 去跳來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不是啊 但是如果我真的 一夜老化的話 可以告訴我不用騙我 他會跟你說 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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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效哪個特效有法令文 哪個特效有法令文 我剛才只用了兩個特效 這個嗎 這個特效有法令文 哪裡有法令文 我怎麼我自己都看不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要 不是我眼睛有問題吧 沒有啦 為什麼今天要故意說我有法令文 怎麼回事 沒有 他眼皮啊 為什麼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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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要故意惹我生氣嗎 怎麼回事 今天是什麼 請換我這邊一遇建議去跳海 可是你知道嗎 有粉絲超建議我 講他們去跳海 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去跳海很可愛 我自己也覺得 已經是我對他們 比較有趣的 就是 我對他們有時候 有一些留言 真的是蠻令我生氣 但是我覺得 修哥跳海 已經是比較可愛的生氣方式了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就像我們台中人 總不能說 你是想要變成中步中 對 可是我是真的有收到 有人私訊說 我不懂為什麼一個偶像 一天到晚叫自己的粉絲去跳海 你覺得粉絲真的會喜歡 自己的偶像叫自己去跳海嗎 本來大家喜歡跳海的打衣 然後所以從 我自從看到那個訊息之後 你們有發現 因為我原本在聊聊 我很喜歡鬧大家 然後我就會發那個 我自己自製的 給我去跳海梗圖 然後自從被講過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用過那張梗圖了 因為我就想說 沒想到原來有人會介意 但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這個是你們專屬的互動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是有人會介意啊 然後我就覺得 好吧 既然有人覺得這個 有人不懂這個情緒的話 那我以後就不玩了 就是我自己一開始是覺得蠻有趣 但是有人說 不喜歡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覺得 就有人不喜歡的話 那就 就 對 因為對有人說這個 海裡的米粉算是那個 所以可能 maybe 新來的粉絲 可是大家 就是直播間 大家都是 都是 老米粉了嘛 然後可能 maybe新的粉絲進來 就想說 為什麼偶爾突然叫我去跳海 就是 我不敢講話了 等一下講鳥咪娜又生氣什麼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是不是真的很不顧及 新的粉絲 我會覺得 就我的方式可能比較 要對大家就是 像是老米粉老朋友 就是我 我會嘴你們會嗆你們 但可能新的粉絲 不能夠接受嗎 所以我自己 我也 想很多 就是 我不想得罪大家 但是 每次都在想到底怎麼 怎麼樣互動 會是好的 但沒關係啊 就是不喜歡跳海的人 去當別人的粉絲嗎 是啦 這太強了 沒有就是如果說你們 有不喜歡的方式 你們在提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 一定說 比如說 喔其實 我不喜歡這個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 太 太嚴重了 是啊那個粉絲是這樣子講 對 然後或者是 但你其實你也可以提出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什麼方式 我也覺得很棒 就是也可以給建議 這樣子 就是比較能夠 有吸的可能 但是很多粉絲 都是 你知道就是我做不好 你就會罵我 就說我不喜歡這樣講 為什麼要這樣講 什麼什麼的 但是不會 不會告訴你 改進的方式 你知道 大陸有一個 就是歌手 叫周深嗎 我知道啊 他有一個表情 幫我超喜歡 叫小瓜娃 超可愛 小瓜娃 跳海一聽就是開玩笑 我自己對我來說 也是對你們的開玩笑 我自己覺得 就是開玩笑 可是 就是 有人會反感 有人不能接受 我自己一開始會覺得 為什麼要理他 因為 因為既然不能接受 那可能就是跟我 頻率不是那麼的 合的粉絲吧 但是 又會覺得 就之前不是常會說 想要當100分的偶像嗎 因為完美的偶像 他也不會 可能也不會開這種玩笑 就是 就是 永遠都是 就是 啊謝謝大家 就是 都是很完美的狀態 因為像我的話 就是比較邪 比較邪心一點 然後有時候就是會開這種 無聊玩笑 自己覺得很好笑 但是 就是有發生的狀態 就是常常我自己開的玩笑 結果發現大家都沒給到 大家都不懂 然後就會自己問我難過 想說好玩 大家都不懂 對 今天拿到了小雨化的柚子 幹嘛跑來跟我炫耀 你這個炫耀鬼 但有時候確實也許 那個人他有 創傷的可能 就是我們也是 要考慮 謝謝小明的 戳戳你 所以大家也不要急著去 就是覺得這個人跟你一點不一樣 就要急著去罵他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是 本身有類似經驗的創傷 所以看到相關的字眼會比較敏感 是啊 就是 我覺得在我的粉絲裡面 很常會有講 就是我常常會覺得 對我來說只是開玩笑的一句話 但是對某些人來說 他們就會說 這個是我的 永遠的痛 我的創傷什麼 然後可能會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什麼 然後我就會覺得 玩笑真的不能亂開耶 就是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東西 但對某些人來說 可能真的 就是 是他的創傷 所以 我也一直在想要怎麼 我想要跟大家多一些互動 我喜歡鬧鬧大家 喜歡鬥鬥大家 可是 有時候會被 過分解讀 我也 挺無奈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 凡事都是這樣啊 就像那種天團 我相信 就像做到周杰倫 他這種程度 他們也一定有黑色 就是 總會有人不喜歡你的 我覺得 就是你只要堅持 自己認為正確是最好的 但是 大家 就是也可以 Buff & Peace 一點 就是 今天其實有不一樣的聲音出現 就是 不一定他是不好的影片 就是 我們可以 參考 但不一定會造成的意見 謝謝博承的善良精靈 你不用覺得那個人的意見不一樣 就是要 反對或者是 覺得那個人 該找他 但對我來說 我就會覺得 就是自己可能 真的是無心的開玩笑的話 但是卻 造成別人的 不愉快的話 我會覺得 很抱歉 因為這 就是有種 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玩笑開過頭的感覺 對 就也挺難的 然後剛才大家有說 TP好像 沒有完美的偶像 我覺得有啊 我覺得有啊 累積應該算是大家公認的 完美偶像吧 就是 論 論人氣 論銷量 什麼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最高的啊 就是 有人氣 不是沒有他的原因 可是他不喝水 不喝水 不是重點 不喝水 有構成 有構成什麼 所以你們喜歡飛翔嗎 哈哈哈哈 還是你們就喜歡跳牌而已 很常嗆粉絲 但我覺得 我不知道耶 要看是哪種嗆啊 我覺得 我不太清楚他嗆粉絲是什麼模式 但我總 我自己接收到的 私訊小盒子裡面 就會覺得我好像 我的玩笑常常都傷到粉絲 對 對 你真的不要包吃啊 他都乾掉了 哈哈哈哈 你說轉換一下心情嗎 對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喜歡隨直播買衣服 然後 就是 那個老闆娘呢 他非常的無奈 因為他每次 開口罵客人的時候 欸小心滴下去喔 好像 其實好像乾掉了 真的乾掉 他每次開口罵客人的時候 大家就會 直播的人數 就會突然爆震 他就很困擾 他就說 你們為什麼這麼 欸 為什麼一定我罵你們 就會突然 流量變高 他說 我一點都不想要罵你們 為什麼要搞得很像 我很喜歡罵人一樣 很好笑 對啊 我也不喜歡罵 誰會喜歡罵人 誰會喜歡罵自己的粉絲啊 除非你們真的很想要我罵你們 但是 說真的 就算你們很想要我罵你們 我也不會隨便罵的啊 就是 沒事你們叫我罵你們 我哪罵得出口啊 我都說過幾次 我愛你們都來不及 我怎麼會罵你們呢 其實有沒有日本idol 是算是深入嗎 他們是不是在演唱會上 有用那個角色名 就是很傲嬌那種角色罵人啊 就是罵那個角色 最大的話 有那種 我怎麼記得有 但是那就是日本的那種傲嬌 就是 對啊就是日本人其實還 滿m的 可是台灣人可能 有些人不是很能夠接受 那種就是抖m 傲嬌被罵 他們會覺得為什麼要罵我 為什麼要罵我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風土明星不同嗎 就是你們突然叫我罵人 我也是罵不出來 因為我平常 我真的覺得我脾氣算是 滿好的 我平常真的很 極不容易生氣 對 通常 就是 我會有不高興的時候 但是我真的會忍下來 超過三次就不忍了 對 有人說丁公里會 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吧 會 傲嬌屬性的吧 現在是在刮野肉 沒錯 但這個湯匙好像有點 不是很好刮 不夠煎嗎 對 還是你要叉子 叉子的嗎 不用叉子吧 獅子很少像mina這樣 是啊 我其實一直都不太像獅子 而且 因為快要30歲 人家不是說快要30歲的時候 會 就是會越來越像自己的上身型座 但因為我的上身型座不是獅子 所以 我應該是有越來越不像獅子 因為像小琴的話就是 他自己是獅子座 他上身型座也是獅子 所以他就是 標準的獅子 但是我的話 我快30歲 我應該會越來越 不像獅子座 還是有難考嗎 我的脾氣很獅子 有嗎 但是那是生氣的時候 不要 如果是 直接切破他 好難喔 叉子好像好用一點 真的嗎 但是你小心我的地毯 好 沒關係 我叉子好像好用一點 真的嗎 我想先用那個 我先用湯匙 再用叉子 兩個一起用 固執跟不服輸的部分很實質 是啊 就是在 比如說 在我自己喜歡 的事情上面 比如說音樂 音樂上面 或是夢想上面 都蠻固執的 但是我說 待人處事上面 我會比較 佛系比較 隨性一點 就是不太 不太 有獅子的感覺 對啊 比如說像 昨天動漫展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在那邊 就是都在自拍 我真的是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想說奇怪 那議員什麼時候 拍了這段影片 我怎麼完全不知道 大家 真的是每個人都 每個人都在自拍 然後我完全沒有 我完全沒有在自拍 就是大家都在自拍 然後我到底在幹嘛 真的是我看到影片的時候 我就想說 而且所有人都有發現議員在拍 然後跑湊上去 耶耶耶耶 然後我從頭到尾 不知道在幹嘛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 我不知道啊 就是我完全 當然我確實 我很常這樣子 就是 我就說了 我為什麼常常狀況外 就是因為常常 大家都是 大家吵成一團在聊天 什麼什麼 我就是自己 敲木魚之類的吧 我真的很常 就大家 大家在那邊吵啊 什麼什麼 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 這沒什麼聲音 我需要一個木魚 我需要一個木魚 不可能 這個有吧 樓下有 你們能懂嗎 就是真的大概是那種狀況 對 就是不管周遭的人 多熱弱 多嗨 多吵 照理來說 我們自己的團體 應該大家都會融入嘛 可是沒有 沒有這個跳 是也不用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我就是常常在放空 然後我常常就 自己一個人就不知道在幹啥 那影片中看起來我是在看手機 但我也不記得我那時候在幹嘛 但是平常就算我沒有在看手機 我大概還會是一個人發呆在後面的狀態 對 而且我必須要說 就是MINA呆呆的這個屬性 真的不是我的人設 我沒有刻意塑造這個人設喔 就是那個影片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們有在拍喔 就是 我平常真的一直都這樣喔 我就算沒有看手機喔 我也是一個人發呆喔 然後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我常常都這樣子 對 發呆的時間好像偏長 還真的是這樣子 漫毛想法還被帶走 漫毛你不叫一下我 對那應該也沒有人懷疑我刻意塑造這個人設吧 然後Bikini就真的滿呆的 而且我真的不記得我那時候在幹嘛 大家說我是不是在澆水 但是澆水會有那個時間顯示嗎 我也好好奇 我那個時間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我可以那麼旁若無人啊 我真的不記得我到底在幹嘛 因為我完全不記得那一段 就是那個拍的時間點到底是幹啥 我自己都想不知道我在做什麼耶 但是我真的想不起來 所以重點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拍的 所以重點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拍的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甜嗎不甜 其實椰肉本來就沒有很甜 你會覺得油油的嗎 不會啊 他就吃果肉啊 嗯 我媽剛剛就有吃完 你剛剛說不要 那我想要跟 一塊錢硬幣大小小 太大了 太大了 哪壞啊 而且它的殼好多屑屑喔 算了我不要吃 屑屑很好吃啊 可是硬硬的 還是我咬一口 好你用咬它 它好難切喔 我覺得你咬這一面它 它會 不甜是吃口感嗎 就是想要咀嚼東西啊 超烤烤的 好吃 剛姐說它 可以丟進來 剛姐說它 都只喝椰子水都不吃裡面的肉 我就說可是 每次吃椰子最期待的不就是 喝完那個水然後挖裡面的肉嗎 我就是吃柳丁子喝柳丁子 吃西瓜子喝西瓜子 很早會吃肉 肉很好吃啊 我覺得不好吃 以後我喝湯底的肉 但是我覺得它的肉 沒有到很好吃 還是它是因為乾掉了 沒有 因為我之前吃的會再更 軟Q一點 它這個就是只有脆脆的 我不喜歡它的口感 我很喜歡挖這個椰肉耶 因為它好難挖 這隻湯匙沒有 用叉子挖出來 然後再用湯匙挖 剛剛講到哪裡了 突然就挖了椰果 好吃 我猜猜說是這樣子 剛剛喝完就挖會比較好吃 因為我剛剛去吃肉館 看我吃感覺很好 好吃 我吃什麼都好吃 我昨天乾姊姊拿了一罐巧克力牛奶 她問我要喝嗎 我說好耶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當然好啊 然後是那種小罐的 然後我喝了一大口 剩一半 然後我就想說看一下那個包裝 然後看一下它上面寫 9月19 這是製造日期嗎 還是有效日期 然後看一下 有效日期 今天幾號了 10月6號也過去太久了 然後我就 很淡定的乾姊姊說 這一瓶牛奶好像過去了耶 然後乾姊姊就超正經 她說什麼過期了嗎 她不知道 然後她說快點 你趕快吐掉 把它倒掉了 然後我還想說 可是就是味道喝起來沒有差耶 然後她說不管 你趕快把它倒掉 然後我那時候一瞬間 我倒到裡面 跑馬燈跑過去 我就想說 對不起 因為我看她放在冰箱最外面 我就以為是新的 我就拿了 我就說 她說我已經喝一半 我就想說 我現在要用她 我立刻把她 碰歐她的 你用她的肚子逼她吐出來嗎 我覺得喝起來沒有什麼變啊 只是因為我那時候喝完的時候 我知道 因為我喝了一半 然後我就看到她底底沉澱蠻多的 可是巧克力把她又要沉澱了 對 然後反正我就順勢看了一下那個包裝 然後就發現 誒 過期蠻久了 但是我原本 我原本有想說味道沒變 不然就把她喝完 然後甘姐就是強力制止我 因為我還說味道沒變 她說不行 把她倒掉 然後她就一直很擔心我 今天會不會拉肚子 然後我就很淡定的跟她說 不會啦 我都常常吃過期的東西 也都沒肚子 也都沒有拉過肚子 沒有 我也有喝過過期的牛奶 有事情過期會發生很可怕的事情 還好啊 一口就可以讓我拉肚子 還好啊 我真的不會 我真的極少會拉肚子 我極少會拉肚子 我有分享過我之前的事蹟吧 我有吃過那種 有時候 煮火鍋還是烤肉啊 那人家烤盒根本沒熟 然後丟給我 我看都沒看就會往嘴裡塞 然後塞了之後才咬了一口 發現 欸 這口就是沒有熟啊 然後人家都說 快點趕快丟回來 趕快丟回來再烤一下 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都會說沒關係啦 反正我 隨便吃也 也都不會拉肚子啊 這不是那個問題 我之前也常常 吃掉 過期的東西 然後 有時候我先吃 然後奶奶再吃 然後奶奶一吃就說 這酸掉了 你怎麼 你剛剛吃沒感覺 然後我就說 蛤有酸掉嗎 就是我今天在味覺 我就說我舌頭不好 我真的吃不太出來 所以就有時候 家裡煮菜 然後天氣比較熱 可能你中午煮的 放到晚上 它可能就有點酸掉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還好 就我吃我也吃不出那個酸 可是奶奶一吃就說 就是不能再吃到倒掉 可是我剛剛已經吃一半了 可是重點是呢 我也從來沒有因此而拉肚子 然後我之前不是也喝了一個月的生水嗎 而且我也完全沒有腸胃出什麼問題 我真的不會拉肚子耶 我連你知道我媽她煮飯啊 都是現煮 新鮮的喔 就是從生的食物煮成熟的 她現煮的東西啊 我吃完十分鐘就去測試 然後包括人家說什麼 早餐店的那個大冰奶啊 喝完就是會拉肚子 我沒有耶 我喝的都不會 就是我都去想說 我真的是腸胃太好了 我一天到晚吃過期的東西 還是壞掉酸掉的東西啊 我都不會拉肚子 真的都不會拉耶 我就說我是那個拉肚子 有時候吃的太乾淨 你吃一點點不新鮮的東西 你就拉肚子了 我就隨便亂吃就不會怎樣 你們看 好療癒喔 我整塊挖起來了 這樣能抵抗早餐店的冰奶嗎 而且我真的很少會喝早餐店的奶茶 因為我通常都是自己買黑豆漿 早餐店的奶茶我喝了真的不會 不會拉肚子 謝謝泰克 道白祈求 所以已經去早餐店 會被人家叫美女嗎 還是叫妹妹 我是妹妹啊 我怎麼可能會被叫美女 我在現在都 永遠萬年的妹妹 大家都以為我國中生耶 每次出去人家都會以為我還是學生 然後我都說 沒有我很老了 我畢業很久了 對啊 所以我怎麼會有法令完 我怎麼會有法令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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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K欸 對啊 啊 不是野塔 你不是野塔 地坦 還能吃嗎 拿去洗一洗還能吃 可是我想要先擦我的地址 有人吃野塔是什麼 你先吃另外一半啊 沒關係 不是地坦很髒啦 可是我不會拉肚子 不是地坦很髒 你丟著 放著 你先用開水沖過 你先放在這個碗裡面 用開水沖過再吃 拜拜 這樣是釣哪裡 這樣是釣哪裡 這裡 這裡 因為你來拿衛生紙給我嗎 我想要先給你 不覺得你要試這筆 我又能不能錯到秀典 三秒內是乾淨 我剛剛想說我三秒內 有拿起來應該還好吧 不是地坦有很多毛穴啦 你會有 那毛也是我的鼠毛喔 不是啊 地坦是毛的啊 我剛剛已經 舉了一次了啦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然後 就是你知道 不是 我剛剛的笑點是 我剛剛 就是椰肉掉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撿起來 我還想吃 因為我就說我腸胃很健康 沒有關係 然後 然後大家就突然 就是包括你喔 你那邊說 不行 你就立刻放下 然後留言大家說放下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我好像 你知道家裡的那種 做錯事的狗 你知道 就是 主人就跟你說 你一個得體你不可以吃 放下 乖乖坐下 然後那狗 那狗狗還聽不懂 然後你 喵喵喵喵喵喵 不是 首先我要說 大家說是 大家說跟我說 是完全不一樣的 狗狗 你知道 怎麼會不一樣 我就覺得我剛剛簡直是 家裡做錯事的狗 然後 就是 你跟我說那東西不能吃 然後我往嘴裡塞 然後你們還會說 吐吐吐 嘴巴打開 我就想 我這裡像家裡做錯事的狗 然後我剛才 錯到笑點 這邊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是姊姊 所以我可以拼命趴 但是 大家還是要對她溫柔一點 不是 我剛剛很震驚 我震驚到已經 乾姊姊只擦沒把你嘴打開了 有想到昨天把那個 過激牛奶喝掉了我 快點 吐出來 不需要這樣震驚 寵物亂吃吸管套之類的 都要走 真的好好笑 我剛才在跟乾姊姊說 就是我 我就是剛才在講那個吃椰子的時候 我就說 你都只喝椰子水不吃椰子肉 這樣很奇怪 我就說 因為像 他就說一般人 不是都只喝椰子水不會吃肉嗎 我說是嗎 那可能因為我都比較喜歡 就是吃一些邊邊角角的 就比如說 奶奶吃雞腿的時候 他叫我吃 我都說沒事你吃到剩骨頭再給我 然後 然後家裡也是 像我媽不吃雞皮 然後她也是吃完 她把那個雞皮丟掉喔 她就丟在一個那個 她摺的那種植碗裡面 然後 她就丟在那邊 然後我就說 媽你不吃雞皮喔 她說我不吃 然後我就會把她從她的那個 你知道她要丟掉的那一堆 哈哈哈哈 才捲起來吃到 我都覺得 我真的是 每次 對每次奶奶就是 可能那種 就是對主要是雞 雞肉 雞腿 然後她給我吃肉 但是我就不喜歡吃肉 我都說 你那個 吃到剩骨頭再給我 每次講完 我都覺得天啊 我是家裡的狗 對然後那個雞皮 雞皮很好吃耶 每次真的我就看我媽就丟在那個邊邊 就是不要吃了 然後我就覺得 雞皮很好吃 怎麼會不吃 對啊 那個才是精華 太肥了不敢吃 我很愛耶 好啦我有洗這個 椰肉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 我好像真的是那種 很神奇的生物 很神奇的生物 辛苦了不一定 你那個是 有洗過了嗎 嗯 那你洗過了是不是 要刀標是不是 你洗過了才不要刀標 我好難受啊 你用到這個碗裡面嗎 這個洗過水 你為什麼要一直拿當沾醬再吃啊 我好難受喔 救命啊 我眼淚好痠 我做錯了什麼要這樣對我 就沒有 我的眼淚好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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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又是做錯字的狗 不是喔 這個不一樣啦 我的天啊 你來救救我 iskt pole 我會打你 笑到我快斷卸了 感覺還有半顆野肉的 不是一定要給牠吃 因為我不吃 你知道我現在吃的是乾姐姐的廚藝嗎 因為我不吃鹽肉 我喝完我就想丟掉 然後我爸就瘋狂地哄甜姐我的鹽肉吃 因為朱蓮的能氣選票 為什麼不能拿第三個東西給小孩吃 不行不能給小孩吃 因為小孩那個年紀很小 免疫力很差 隨便吃到一點什麼 細菌啊病毒什麼很容易就生病了 醫藥費都很貴很麻煩的 我腸胃比較好 我自己吸收我可以承擔 還有半顆 今天又有精華了 我每一場直播都是精華 是故精華 你們是不是想解釋故精華 錯過的人都 太可惜了 我覺得直播真的是滿滿精華 好難我啊 好難我啊 有啊 我要承擔什麼 承擔小孩子健康的身體啊 身心靈的部分啊 我跟你講我以後如果有小孩我一定 讓小孩健康快樂的成長 我一定會是個好媽媽 我一定買很可愛的衣服跟我小孩穿青紙裝 你最近不是拿她的衣服來穿 你有看過那個嗎 有一個 我有看到 真的最近有一個媽媽她會 穿她 她女兒是幼稚還是國小 感覺就是幼稚園 她都很愛穿她小孩的衣服 重點是她真的塞得進去 對 我是想說我以後也要穿我小孩的衣服 算是愛死了吧 我以後一定要當一個跟我小孩玩在一起的媽媽 小朋友真的很容易生病 而且就是病一個就會整個幼稚園一起病 集體長病一個 因為我以後不會被我的小孩賣 結果媽媽你怎麼笨笨 你為什麼撿地上的東西吃 不是 我跟你講 你知道嗎 爸媽越廢小孩越能幹 我已經想好以後如果小孩我就要三個廢物 他幼稚園我就要去練他去煎蛋 早餐自己煎喝到蛋 然後你以後就說 女兒來幫媽媽煎個早餐的蛋 我會說我餓了 我今天不是跟你說嗎 我在我家就是鹹魚 鹹魚系妹妹 就是喊二第一名 然後吃完飯 把碗丟在水槽就跑也是第一名 我以後確定會有小孩 奶奶應該會有嗎 你說玩奶奶的小孩嗎 小孩玩別人就好啦 讀別人的小孩就好了 只要自己養自己 奶奶應該會有小孩啦 我的話就再說吧 我這種人當媽媽也是蠻可怕的 沒關係啦 欸 差子真的比較好歪欸 我剛剛應該就用她 她比較Ready 而且我還配蕭成就調一調的去 但是如果以後你要幫奶奶付小孩的話 她應該會很快樂 她就可以跟爺爺去兩個世界 那他們不要生小孩啊 那她媽才是真愛小孩都是意外 說一個更好 可以領養 可以領養 我是不排斥領養啊 而且如果我以後 很老了生不出小孩了 但是我又很喜歡小孩 我就蠻有可能會領養 要不要去當幼稚園老師了 我自己覺得 可能沒有到很適合欸 我不知道欸 我是不是跟小朋友打成一片的 但是當老師我覺得 我可能會有點管不動 不要千萬不要 是不是當幼稚園小孩 當幼稚園老師之後 壓力很大 對 你以後就會不喜歡小孩 會嗎 會 而且你知道現在跟現在小朋友講話 就是就會很難講 因為還有很多恐龍家長 然後就是跟小朋友講話 你不能說我不喜歡你 你不可以就是你這樣子 壞壞 別這樣講就不行喔 回去家長的電話就來了 我要當幼稚園小孩 我當幼稚園小孩 我容易啊 我只是長得高了一點 但我 論我的心智 我進去幼稚園 絕對是ok了 我最會亂講話了 老師老師 我要尿尿 老師我肚子餓了 老師我尿褲子 之類的吧 幼稚園小孩我可以啊 老師跟幼稚園的漂亮給帶姐姐 幼稚園的薪水哪 是真的耶 幼稚園老師的薪水是最少的 當什麼教授 大學教授什麼的 薪水才高 小朋友 老師老師這個東西掉到地上 老師幫你吃 小朋友不能吃 會吃壞肚子的 會生病的 我有小朋友問說 那為什麼老師你可以吃 我就會說 這個你年紀還太小 就已經長大就知道了 因為老師小時候 就是生過病 然後長大就不怕 怎麼可能 這樣才會去嘗試 對啊 怎麼可能是講這種正經的話 當然是跟小孩鬼扯說的 長大就知道了 來 你要關風扇嗎 因為我手機 電池不行了 上半部比較好吃耶 真的嗎 比較軟 越接近尖尖的地方 越好吃 味道不一樣 味道一樣 我是說口感比較 比較好咬一點 比較軟 謝謝普拉社掌聲鼓勵 好 午休時間絕對是老師們的噩夢 為什麼 午休時間小朋友 不是都在睡覺嗎 謝謝小鬼明星的小浩甲 雖然我幼稚人都沒有在睡午覺了 謝謝吐司吉的啾啾娘 小朋友都不乖乖睡覺 是嗎 我幼稚人我都很期待睡覺耶 因為很舒服啊 國小的時候倒是不喜歡去睡覺了 國小的時候都想要當那個風紀鼓掌 因為風紀鼓掌就可以不用睡覺 而且他負責抓沒有睡覺的人 我會等級 因為國小是趴在桌子上都不好睡啊 可是幼稚人是有自己的棉被 有自己的那個枕頭可以睡覺 幼稚人睡覺很舒服耶 我幼稚人是多渴望睡覺的 不然幼稚人可以躺 要是國小可以躺 我就乖乖睡覺了 但是因為我幼稚人吃飯太慢了 所以我每次都沒有睡到午覺 我幼稚人的時候 午休時間一直在吃飯 吃好久 吃到大家都睡醒了才吃完 幼稚人的記憶蜜娜還記得 我就記得我幼稚人很 就很可憐一直在吃飯 然後飯永遠都吃不完耶 我發現你來我家之後喝水有變多了 你每次喝水我就會跟著喝水 喔真的嗎 會忘記喝水 真真是還是吃得完吧 真真吃吃得完呢 可是就是要吃很久 因為我記得幼稚人吃飯 應該也是半個小時 都短短的 但我吃東西真的很久 我自己平常在家吃飯也很久 就是我吃飯只能是別人的兩倍 就每次人家吃飯吃完了 我大概只吃了一半 我吃東西真的很慢 而且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慢 老師都直接過來為飯 但我就是沒辦法吃快啊 那這個有點心嗎 有點沒什麼印象 我就不都是我吃飯的 沒有啊 要吃很小聲啊 要靜悄悄的 現在沒有幼稚園了 只有幼兒園 蛤 是喔 有差喔 不能說小朋友很幼稚 他們會不高興是不是 是 反正我吃東西都是很慢的 我剛剛吃完你還會說 我已經吃完了 對 每一天每一餐都是這樣子 可是我吃東西也沒有很快啊 奶奶更快 她吃真的很快 對 每次奶奶吃完 她可能都已經 在旁邊廢了一圈了 然後我才吃完 火鍋嗎 你要在家裡煮嗎 不可能啊 來不及啊 後天 我也是 我超常吃火鍋 我在家幾乎 餐餐都是火鍋 但是都是很健康 都是放很多青菜的那種 我就喜歡吃 但我不喜歡自己煮 雖然我會 你哪要在台中待整個假期嗎 她在台中待到天皇帝老 台中是我第二個家 而且她現在來我家 我媽已經不把她當客人了 我媽都很自然 日來了 靈異拉麵吸完了 我們還剩很多 沒有 但是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是吃東西很慢 像面面吃東西 她的慢是什麼 她吃東西的時候 是很愛滑手機 她就是可能朋友很多 訊息很多 每次吃飯的時候 她就是一直在回訊息什麼的 所以就沒有在吃 但是她其實吃的話 是蠻快的 對 可是我吃東西是 我吃東西是真的很慢 就是我一直 我一直在吃 可是就吃不完 然後靈異雲吃東西的話 其實 她喜歡吃 可是她可能吃幾口就膩了 然後可能就會放在那邊 然後過一下子再來吃 的這種 可是我是 我吃東西我基本上 我就是一直吃 可是她就是吃不完 就吃不完 我吃東西就很慢 我都在享受食物 對 我真的是認真品嘗美食 就吃完一口 然後旁邊的人就吃完了 然後我還在 我還在 幸福 Mina是咀嚼的慢嗎 對 就是我要嚼很多笑 才能夠吞得下去 不然我會不知道怎麼吞 我吃東西的樣子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我很常被這麼說 上次靈異雅說 菜牙吃東西看起來很難吃 就是 她是說她吃東西她喜歡吃 很大一口 就是她一定要 比如說麵 她就要一次拿這麼多 我一大口進來 然後就再把它咬斷 然後看起來就是 就是她咬斷的時候 看起來沒有很好吃 就是感覺是 拿起來就拿 很用力的把它咬斷 就看起來好像不好吃 可是我吃東西的話 我就是 其實我以前更誇張 我以前吃麵 是一根一根吃的 但是 但是我要說是粗的麵 我自己本身是喜歡吃那種 寬麵 然後吃那種寬麵的時候 我就是一條一條吃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能細細品嘗 食物的美味 所以我吃東西很慢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是不喜歡 我不喜歡大口吃東西 就我常常被說 吃東西看起來很秀氣 因為我真的 不太喜歡大口吃東西 我就覺得 就是要小小口小小口的吃 然後 而且 就是我覺得是吞咽 我不知道是 我吞咽有問題 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 我吃東西的話 我如果咬很大口的話 好像是小時候的噩夢 因為我小時候吃東西很慢 然後我爸媽就會一直 一次挖很大口 往我嘴裡塞 因為這樣子就可以 很快的餵食完 可是我自己覺得很痛苦的點 是他們挖很大一口的食物 但是 因為嘴巴都塞 因為小時候嘴巴都小小的 你一大口不然塞進來 你反而不好咬 因為沒有空間 所以我自己會傾向就是 小小口的 小小口我吃三口 我就是很順的吞咽下去 可是你一次給我一大口 我可能三口小口的都吃完了 但一大口我還在嘴巴裡面咀嚼 對 就是 就是 我自己是蠻不喜歡大口吃東西 就是我反而會更吃得慢 臉頰肉是這樣來的 不是我臉頰肉是天生的 好不好 本來就 本來臉就胖胖了 就是這樣了 好像沒怎麼跟大家聊到動漫展的東西 可是已經11點了 好 我要把手機還給乾姊姊 怎麼時間那麼快 今天直播太多是事故了 分享我車過她 還有很多很恐怖的事情 謝謝Akia的善良精靈 為什麼馬鈴薯這次看起來比較常 對我覺得蛋白好像有變瘦 是我胖還是她瘦 下禮拜明娜什麼時候直播 下禮拜喔 今天是禮拜六 下禮拜 禮拜一我還在台中 禮拜一 還不知道要去哪 明天是禮拜一嗎 不是天 禮拜一 應該沒有時間直播 應該就是 可能會禮拜三之類的吧 禮拜二還是禮拜三 應該就是禮拜三 應該是禮拜三之類的 直播一天嗎 會兩天啦 剛剛你們是問我下一次直播什麼時候 我當然先講一天 我還沒有訂好時間啦 集相戶都不能說話的 我們會用心靈溝通的 曼寶這次特別愛抱人 沒有他本來就很愛抱我 我們是好朋友 下週公演感覺也不能太多 可以耶 不行也得行我們有每週直播時數的規定 你們以為我可以直播一天嗎 我再怎麼樣也得播兩天啦 前面中段他這樣算是數 有 我有偷看過曼寶裡面嗎 不行啦 那裡面是異次元空間 對啊 打開又是黑洞啊 不可以 那裡面是潘朵拉的盒子 謝謝 找你的啾啾牛 曼寶還戳戳我的臉頰 對啊 他看到我一直戳一直戳 他自己也胖胖 每個成員都討報 對啊我吃醋欸 幫我轉高慢 保住 他每個人都報我吃醋了 不管他好了 公演大家要記得去看喔 公演是14號15號 有多支持Mina喔 蛤 那今天直播差不多到這邊來 下一次直播應該是下禮拜三 之類的 不是你們也想過嗎 一個小時 對 沒有這禮拜時數已經夠了 他現在禮拜算了 就不能提前儲存起來 不行很麻煩 很麻煩 好 好 那我要來念今天的排行榜 我要來 我要把手機換乾淨去 今天的第13名是中瑩 謝謝中瑩 第12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11名是QMK 謝謝QMK 第10名是TWINWIN 謝謝TWINWIN 第9名是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第8名是小拐麵線 謝謝小拐麵線 謝謝小拐麵線 第7名是Akira 謝謝Akira 第6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謝謝太空 第5名是天竹鼠 謝謝天竹鼠 謝謝天竹鼠 第4名是圖斯底 謝謝圖斯底 第3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1名是榮哥 謝謝榮哥 第1名是夏兒 謝謝夏兒 指數不是算月的嗎 數是算週的啦 官方都不更新了 我會更新的啦 我確定時間會更新的 但可能不一定 反正會更新啦 不用擔心啦 我比較擔心的 你們比起不擔心 比起你們擔心 不知道什麼時候直播 我更擔心是 我沒告訴你們 你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直播 然後沒有人來看我直播 我會跟你們講的啦 不要緊張 好 今天直播到這裡結束啦 大家晚安 掰掰 期待台中的我來台中還沒拍照呢 昨天跟今天都在耍廢 好啦大家晚安 掰掰